它真的算是一款好用又不贵的眼部产品 意外发现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它会让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这个产品本来是想等到出眼部产品合集的时候再分享的 但是因为它的效果实在是有惊艳到 我最想赶快出这么一期视频 就是这款The Ordinary家的多泰眼部精华 我也预测它一定会出现在我今年的一个The Ordinary推荐榜单里 肤感是特别好的 上脸以后很快就吸收了 不会粘腻 用完以后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眼周的皮肤有变得更柔嫩 纹路也有变浅 对于水肿黑眼圈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且它主要的成分就是多泰 一种非常温和的抗老成分 很多人在使用A唇的时候 不知道该叠加一个什么样的眼部产品 这种多泰成分我觉得就很合适 我会在晚上全脸用完A唇产品以后 给眼下叠加一点精华 在增强抗皱效果的同时还不会刺激皮肤 这款产品的配方真的是面面俱到 我非常的喜欢 里面添加了多种泰 第一种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 深层次的对抗皱纹 第二种泰它最突出的一个作用是对抗水肿 并且对于眼下的色素沉积也是有改善的 我自己的眼睛下面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色沉区 第三种泰又称为氏黄泰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上调一些氏黄酸受体的水平 也就是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模拟A唇A酸的抗皱美白的效果的 第四种它也是可以改善皱纹的 但是它的作用不是通过直接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而是模拟了肉毒杆菌 抑制肌肉收缩 减少动态纹的产生 像我们做表情大笑都会让眼下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动态纹路 减少挤压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向静态纹路转变 另外还有像咖啡因促进血液循环改善黑眼圈水肿 植物提取物主要就是抗氧化减少养自由基对于皮肤周围的破坏 然后烟纤胺也是可以增强美白功能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修复性成分 对于眼周这种脆弱屏障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就这一套组合真的有感觉到The Ordinary对这款产品的用心 跟以往他们家比较喜欢堆高浓度成分的这种产品非常的不一样 我手头上还有另外一个主打多态类的眼霜 就是CeraVe 给大家对比一下 它里边含的是这两种态 它们俩合起来有一个商品名叫做Matrixel 3000 跟我们上面提到的The Ordinary这款产品里面含的第一个态 同属一个制造商都是Matrixel系列的 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再生 它的质地是有点偏乳霜 因为添加了凡氏林 所以保湿效果肯定会更好 另外还添加了像神经腺烟腺可以维护皮肤屏障 也添加了咖啡因 除此以外成分上就没有什么亮点了 这两款的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从成分搭配以及效果来看 我还是更喜欢The Ordinary 它真的算是一款好用又不贵的眼部产品 但是说到经验 就必须提我意外发现它的另外一个优点 可能很多人在用这款产品的时候都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就是它会让睫毛变长 最开始我担心别是什么其他的因素造成的 所以就把一只眼睛停了 只在右眼来用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的对比图 很明显右边的睫毛样比左边长 说明确实就是它在起作用 评论区里我也有找到跟我有一样感受的人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用到这种能长睫毛的眼部产品 也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与众不同 有惊艳到我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 我也研究了一下 大家可能有见过这种产品 睫毛生长液 咱们东亚人的睫毛本身就不够长 然后也不够浓密 所以很多人除了戴假睫毛 还喜欢用一点这种产品 目前来说能帮助长睫毛的 公认的最有效的 也是唯一一个被FDA批准的 就是这个成分 在美国这边它是需要医生处方才能拿到的 这个成分最早是用来治疗青光眼的 但用着用着 有些患者就发现睫毛变长了 是那种很难忽略的变长 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可以媲美假睫毛 但是这种成分有缺点 很多人在使用以后出现了眼睛干涩 黑眼圈加深 上眼检下垂 以及眼周脂肪的减少 睫毛虽然是长了 但是眼睛看起来会更疲惫 更显老态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本身上眼皮就有点凹陷 然后眼睛周围的黑眼圈 又有点明显的 真的不推荐你轻易尝试 也正是因为这个成分 它有这么多的缺点 所以大家也把目光投向了其他成分 多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态类就是由胺基酸组成的短链 而毛发上面的脚蛋白 也是由胺基酸组成的 市面上现在常见的睫毛增长液 都是属于这个大类 The Ordinary他们家也有一款 睫毛增长液 用的就是多态 有研究发现 这些多态 可以促进毛发脚蛋白的生成 眼部精华里面用的 态我看了一下 跟睫毛增长液里常用的那几种 是不一样的 它们更多的是针对改善皮肤 但我认为 它至少可以给毛囊 提供毛发生长所需要的 营养物质 这就让我想起了 吃胶原蛋白那会儿 最明显的感受 也是睫毛变长了 我个人感觉 泰类成分 它的功能之间 本身就是有重叠的 很多都有促进毛发生长的潜力 只是强弱不同 其他没有用过的产品 我不敢说 但是这款是 切切实实的有这个效果 说了这么多优点 我想你肯定会心动 我下面就来说一说 它的缺点 首先它也有可能造成眼睛的干涩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有可能是用量太大了 它是这种比较流动性的液体 所以用量大就有可能进入到眼睛 我会推荐你 先滴一滴到你的手背上 然后涂抹开 少量沾取 按压到你的眼下 薄薄一层就够 尽量不要让它接触到眼睛 上眼皮也可以来一点 只要注意了手法 用量 眼睛干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二个我自己没有遭遇到 但是我看到评论里有人使用它以后 眼周出现了过敏 这个其实不能说完全是产品的责任 我也看了一下里面没有特别容易致敏的成分 比如说像香精一类的 眼周皮肤本身就比较娇嫩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使用前 在其他区域试一下 如果出现了过敏的话 那就真的不要用这款产品 第三个就是它没有添加太多的锁水性成分 所以干皮有可能会觉得它不够保湿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叠加一点点凡事林 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这款产品你只用在眼周还是很省的 其他的一些大的皱纹 比如说像眉间还有抬头纹 你都可以给它来一点 使用的时候可以打圈按摩 眼下就尽量用这种按压敲击的方式 不要搓 搓出小伤口的话容易长脂肪粒 说到脂肪粒也给大家提个醒 最容易造成这种小伤口的 就是早上刚睡醒的眼石 又干又硬 记得要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 就是睡醒了别揉眼 然后洗脸的时候先用水 把你的眼石给它软化一下 自从我注意了这个小细节 我就真的没怎么再长过脂肪粒 不能说一个都没有 Ceraway的这款眼霜呢 本身其实也是挺温和的 保湿效果也不错 我会更建议比较年轻的眼周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皮肤来用 敏感皮干皮都适合 然后如果你的眼周问题比较明显 像皱纹啊 黑眼圈啊 水肿 那我会推荐你尝试一下 The Ordinary这款 我接下来呢 打算测一下他们家的这款 睫毛生长液的效果 它是需要刷在睫毛根部的 所以更容易接触到眼睛 我对它的期待呢 就是一定要更温和 而且要更有效 它的价格呢 要比这款眼精华贵不少 所以如果说效果很一般 那大家就直接买眼精华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额外花那个冤枉钱 等我测试完了以后呢 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有任何问题呢 都欢迎大家留言 有一些问题呢 我会用短视频的方式 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解答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呢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